新浪微博在2009年8月開始 至今網民的用戶數量已經有5億3600萬 每日活躍的用戶有6000萬 他們使用微博每日有60分鐘 如果在香港的一些企業或商業上的趨勢 其實現在很多都是朝向大陸發展 香港有4500個微博已經開通了 主要的一個行業就是旅遊業 包括酒店或一些主題公園 希望可以透過微博平台打入大陸市場 最近我們頒發了香港十大最具影響力的企業 其中第一名就是海港城 他們經常會有很多不同的互動 還有有抽獎或因應現在流行的話題去做 譬如香港的活動有大黃額開了一個話題 成為一個話題主持人 便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人參與 包括在香港、大陸和台灣都很熱烈 其實香港我們也有很多SME的一些企業 他們都很想進入大陸的 譬如我是一個電子廠 我希望就是我的電子產品、電子零件 我是想讓大陸知道 所以的話我們也推出了一些SME的package出來 包括幫他這個企業做認證 會有一些廣告的套餐給他 一些是針對性的 譬如我只是想要北京的男士 幾多歲至幾多歲可以看到的 或者是給廣東省的零件廠家看到的 另外我們也會有一個訓練給他們 怎樣可以增加你的粉絲 怎樣可以增加你的互動 ICT這個活動 它有很多不同的參觀人士 包括了很多大企業的商家 或者是一些SME的一些企業家 還有就是世界各地不同的參展商 分享了一些經驗 找到很多不同的商機 其實整個ICT除了有 booth之外 有 seminar 還有最特別是有一個IT clinic 如果有些人不懂得玩微博 他們可以即場問我們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互動的機會